頭髮怎麼吹怎麼弄 就是不到兩小時就崩塌毀壞 到底是什麼原因呢 哈囉 大家好 我是Vogue美容編輯正方 今天我請到了Kevin老師 一起來幫大家解決頭髮扁塌的困擾 歡迎Kevin老師 嗨 大家好 Vogue朋友大家好 我終於來了 對啊 我們講多久了 到底講多久 一年多有了吧 應該有超過至少兩年其實 因為我知道我在秘密籌備一些事情 你開始做頻道的時候就有找我 對啊 然後想說怎麼都請不來 不是我不來喔 是大環境我沒有辦法來 因為疫情的關係 真的是很難請到老師 我們今天請到Kevin老師 是因為你知道夏天來了 最近我也收到很多網友的來信 他們都說為什麼我的頭髮 就是那種很容易扁塌 而且再加上光嘛 就是大家就是很容易出油 偷披 出油啊 頭臭味啊 再加上台灣有很多人 其實都是騎摩托車 安全帽一戴上去 拿下來就是扁塌 好可怕 對啊 所以我們今天想要請老師 來當一個糾察隊 幫我們來揪出到底頭髮扁塌是誰的錯 說真的喔 我跟你講這個頭髮 我都說頭髮是你的另外一張臉 如果你的頭髮看起來黏黏的 塌塌的 小小的 真的會比實際年齡看起來老很多歲 所以到底為什麼你的頭髮會油 會塌 會扁 會少 我告訴你以下的錯誤 可能就導致你變老的原因 首先第一個 爸媽的錯 爸媽的錯 那就是怪父母就對了 其實遺傳啦 遺傳的問題 其實我們都說頭皮跟臉皮是同一張皮膚 所以如果你的臉皮在青春期特別油 特別容易長痘痘 其實你的頭皮應該也就是油性頭皮 對 所以你就會天生特別容易頭皮出油 然後此外呢 有些人天生頭髮就比別人細很多 對 或者是你的毛囊裡面的頭髮長的就比較少 這些都有可能是天生 再加上大環境的這個壓力 都有可能造成你的頭髮又油又扁又糖 所以這個是我們天生的問題 那還有哪些東西 再來第二 洗髮精的錯 洗髮精的錯 我用錯洗髮精了 對 因為很多人你都會覺得 我的頭髮又乾又毛又糟 所以我一定要用那種滋潤的洗髮精 來洗我的頭髮 可是可能你的頭皮是油的 有可能是混合偏油的 所以呢 當你用了這樣子滋潤型的洗髮精之後呢 你的頭皮因為太過滋潤 它變得特別容易出油 而且你在髮根的地方也特別容易 因為油脂變得塌下來 對 然後再來就是很多的洗髮精 雖然說細靈本身不是一個壞東西 它可以讓頭髮柔順啊 對 細靈不是壞東西 細靈其實它可以快速地達到柔順感 它可以在我們的皮膚啦 或者是頭髮表面形成一個柔軟的薄膜 然後讓你的頭髮滑順 但是因為我們台灣是屬於這種雅熱帶 高濕度的地方 所以呢 當你的頭髮根跟頭皮 如果受到了這個細靈 它因為那個層薄膜變得太重 然後再加上濕氣給你水 給你水 給你水 一直塌塌塌 所以你會發現我一天洗兩次頭 但是頭髮還是站不起來的原因 還是很扁塌 就是你選錯洗髮精 真的耶 可是因為這樣洗髮精 真的像老師講的太專業 有點複雜 我怕大家真的到底該怎麼選 到底市面上有沒有一個針對 我就簡單選擇 頭皮清潔的洗髮精就好了呢 是 其實Basic這一瓶頭皮淨化液 聽它的品名就是頭皮淨化液 當然它也可以當成洗髮精 但它最主要的是針對我們頭皮 現代人頭皮的狀況 第一 它利用的是氨基酸 界面活性劑 所以它不會過度洗去你的油脂 那人家說可是這樣子的話 我會不會洗不乾淨 不會 因為這裡面的這個氨基酸 千挑萬選選到了一個 真的能夠幫助我們溫和 但徹底洗淨油脂 此外這裡面它添加了一個 Wafa青春修護因子 那是什麼東西啊 其實我們知道會掉頭 頭髮有些時候就是這個 5α還原酶在作水 它會去攻擊你的毛囊 導致你的毛囊 萎縮頭髮掉落 那這裡面它有這個 抑制5α還原酶之外 再加上這個四生態的 專利的成分 它可以幫助你 你頭皮越洗越青春 哦 越洗越青春 回春了就對了 然後再來就是微生態的平衡 透過了抑生菌的平衡 幫助我們抑制壞菌 在你的頭皮上滋生 對 然後再透過這種 100%的純天然的 複合的精油 其實我們都知道 精油也有很好的抑菌 然後抑制發炎的作用 形成一個調理你的頭皮 一個健康的環境 我們都說如果你沒有卸妝 沒有清潔 臉不乾淨 你就不要保養 對 不乾淨 你在擦東西有什麼用 同樣的 先透過正確的 把你的頭皮 頭髮洗乾淨之後 後續再去做 滋潤你的頭髮的動作 這樣子才能夠達到 頭皮頭髮的平衡健康 聽說老師 你研發這個研發很久 是不是 快三年 對 然後我聽說是因為 為什麼你要研發這個 我剛才假裝不是我耶 對 可是我覺得這就是你啊 因為我其實有 也最近也是用了這個東西 因為你知道我想要講一下 就是因為我常常要拍片 然後會做頭髮 女生比較麻煩 那我的髮型師啊 都說我的頭髮很難吹膨 為什麼 很難造型膨 那就是因為我可能真的是 用了一些比較厚重的一些產品 雖然我頭髮一直都膨不起來 所以後來想說 好那我就是 來試試看老師這一罐 所以我大概這一次錄影 前三次洗頭髮 洗頭髮跟潤髮全部都用這個 然後我沒有跟我的髮型師說 就他今天一來就說 你今天頭髮不一樣 我怎麼才一輸你的就膨了 想說原來是用了老師的東西 頭髮就膨了耶 其實 其實不是膨 而是不給頭皮頭髮負擔 啊 對 沒錯 應該是這樣 只是給他要的 對 說到這個 接下來第三個錯 潤髮產品挑錯 我真的是什麼一步錯 大家都一步錯步步錯就對了 我跟你講 其實現在很多的潤髮產品 都是歐美公司所設計的 很多我們所謂很好用的 Salon級的產品 不能說是誰 對對對 Salon級的產品 大家心知肚明 其實基本上都是歐美品牌 那歐美品牌沒有不好 絕對沒有不好 這就是說 歐美品牌他們比較難理解 雅熱帶國家的溫度以及濕度 我們在平均溫度 像接下來夏天了 平均溫度會高達32度 38度 對 這種這種狀況 然後再加上我們的相對濕度 一直維持在60%以上 對 這種溫度 如果你用的潤髮產品 都是那種大分子的護髮成分 其實跟保養品一樣 其實保養的成分 潤髮的成分 其實有分大分子跟小分子 那大部分為了要快速的達到頭髮的柔順 然後好梳理 都會用大分子的產品 快速的把毛鱗片 撫平 那你在剛洗完的時候 哇 真的好柔好順 啪啪啪啪天使光 但是一走出門 一去上班 一吃完午餐 那個高溫 那個濕度 就讓你的頭皮 頭髮承受不住 之後就全部的油脂 全部把你的頭髮拉下來 真的耶 所以大 可是大分子的那種油脂 我們其實在買產品的時候 我們沒有辦法分辨對不對 其實比較難 大家也不會講 因為它就是個 快速可以讓你頭髮直順的效果 可是大家也不會告訴你 那個是什麼東西這樣子 對 所以一般來講 如果能夠找到一個 透過不同分子 來達到跟保養一樣 進入停留 封存 對 進入停留封存 就是小分子 中分子 大分子 這樣子的一個結構的 潤髮的產品的話 對 它就不需要 細菱的幫助 不需要那個 這麼厚重的東西 對 因為細菱 它是一個膜 貼在你的頭髮上面 對 所以像Basic這一瓶 潤髮滲透精華 它就是透過了水像的植萃 對 再加上了四種的植物油 然後它不用細菱 對 就可以達到頭髮 我都說 這個其實用講的真的很難理解 要用啦 要用 你用完 你可以感受到的是前所未有的 柔軟卻持續的蓬鬆 因為我也是有用啦 沒有用細菱 可是它是柔軟的 對 是順的 可是不重 完全不重 而且最重要的是 這裡面的廣貨香 佛手乾 薰衣草 雪松 那個味道就是讓你 在洗頭髮 潤髮的過程當中 你會覺得自己好像在做一個 放鬆的SPA 每天的壓力 對 想要罵人的情緒 過不去的卡 都過去了 而且我覺得蠻好 因為我自己用 我覺得 它其實是 塗在我的頭髮上 按一下下 我沖掉 其實就好了 對 很快 不用停留太久 或什麼的年 那所以除了 剛剛老師說到 父母的錯 洗髮精的錯 潤髮乳的錯 那還有誰的錯呢 第四點 你自己的錯 我自己的錯了 所以怪我自己 那我自己倒怎麼錯 好 來想想看 有些人 他真的 不是因為嬌貴 而是因為 他每一次去髮廊洗完頭 都覺得那個頭髮的蓬鬆 可以多撐個三四天 對啊 每次髮廊弄一弄 我都可以很漂亮很久 然後自己在家洗頭 洗完頭隔天 就立刻全部都塌下來了 沒錯 真的 你會想 那會不會是髮廊 Salon用的洗髮精 不是 Salon用的洗髮精一定比較好 所以你就去買Salon的 用的那瓶洗髮精 對 對不對 對 這是最簡單理解 就問你的髮型設計師 為什麼我每次來 你們這邊洗頭 我的頭髮都很蓬鬆 然後你就說 是不是你們洗髮精 特別好 特別適合我 對我買 結果買回家 還是一樣 還是一樣就塌下來了 為什麼呢 因為 你自己沒有把頭皮洗乾淨 所以我 我買了好了產品 可是我沒有 沒有好好的用它的意思 對 其實我們都說洗頭髮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不是在洗頭髮髮絲 我們在洗頭髮的時候 一定要先洗頭皮 用你的指腹去按摩你的頭皮 然後再洗頭髮 其實洗頭髮大概停留個30秒就夠了 但是頭皮最好要停留3分鐘 哦 原來 所以我們在Salon洗了那麼久 Salon都會 可能30分鐘吧 對 至少會一個35分鐘以上對不對 對 然後呢 跟他說這裡還癢 這裡還癢 對 那邊抓一抓 那邊抓一抓 其實時間 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它可以徹底的把你的頭皮 跟髮根的優質洗乾淨 所以你也會覺得 你每一次在Salon洗完頭之後呢 吹整出來的髮型特別好看 沒錯 像這個 這個是頭皮按摩器 它是洗頭髮的時候用的 一邊洗一邊按摩 哇 這個橫向的這個有拉提 好像手哦 對 它有拉提頭皮的作用 哦 它有拉提頭皮的作用 然後呢 像這個 它就等於去模擬Salon的 髮型師他們的指腹 哦 按摩你的頭皮 幫助你把你的頭皮洗乾淨 然後你不用擔心 它不會拉成你的頭髮 哦 那可是還是要放洗髮精在上面 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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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頭髮一定要記得 先打濕你的頭髮 然後再把洗髮精 然後 對 我都會先搓出泡泡 然後再用它按摩 那如果說你手邊沒有這樣子的機器 沒有問題 我跟你講 像這種 木柄 這種木 木梳 底端要圓的 對 輕輕的 梳一下 那有些人就在你洗頭髮 會有頭髮比較長 你不能梳 一梳就覺得頭髮都會扯 那沒有關係 你只要這樣子 就是順著同一個方向 按摩 按摩 這種木梳就比較容易取得了 對 所以 記得 洗頭髮 要洗頭皮 對 好好的按摩 讓頭皮放鬆 自然你的頭皮就會有蓬鬆感 沒錯 對 所以原來我自己有錯就對了 那最後還有什麼錯呢 吹整個錯 那也是 就怪吹風機是不是 還是要怪我自己 不會好好吹 像我都會在我的平台上面分享 就是吹風機 對 那很多人都會問說 它的風強不強熱不熱 對 我就很急嘛 很想趕快把它吹乾啊 當然要大風大熱啊 對 可是我跟你們講 高溫 其實對於頭髮跟頭皮 都是一種傷害 所以為什麼都說 你不要過度使用什麼的 電捲棒啊 那個什麼 離子夾啦 平板夾對不對 因為它高溫 對 你平常在吹頭髮的時候 都用這種很高的溫度 很強的風 然後猛吹頭皮 對 呵呵 其實 頭皮受到的熱 嗯 受到了熱 就好像我們的皮膚 晒到太陽 你有沒有發覺 你每次中午出去吃飯 如果晒到太陽 回到公司 臉都特別油 對 沒錯 就出油了 對 因為其實熱 高溫 會形成我們皮膚的微傷害 這個時候 就有兩個東西會出來 要保護你的皮膚 一個是黑色素 另外一個就是油脂 對 所以我通常會建議就是說 先吹乾頭髮 嗯 那像男生的話 我就建議你 就直接用溫冷風 不用熱風了 像那麼短頭髮的 溫冷風直接吹頭皮跟頭髮 我跟你講還可以避免掉髮 這男生秘密趕快學起來 這是真的 真的 我都是用溫冷風 所以你吹風機 從來沒有開過熱風就對了 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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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 我之前有在我的影片裡面介紹過 像他們家的這一支吹風機 它就有分成就是 冷熱風循環 冷風 然後它有一個專門針對 頭皮的模式 這個頭皮模式的溫度 就會剛剛好讓你的頭皮覺得舒服 不會有任何溫度的負擔的狀況之下 對 要更別提它為什麼 什麼奈米水磊子啊什麼的 真的 我跟你講真的那個吹完頭髮的 那個水分會在 又吹完 而且就是你染過的頭髮 比較不容易掉色 掉色 所以我通常都會用這樣子的 一個概念就是 我覺得 就是在讓自己變美的這條路上 真的不能心急 對 那像市面上啊還有一些 比方說有的人用乾洗髮 好像說頭髮可以蓬鬆 你覺得呢 乾洗髮我不是 我不反對 但不要過度依賴它 好 如果你真的是譬如說急用 對 或者是像孕婦 沒有辦法 就是常常洗頭 不能常常洗頭的話 偶爾用 但你一定要就是挑選 像譬如說 Vida這瓶它就是用竹子 它用竹衣裡面的粉末 它用竹衣裡面的粉末 它是用天然的 天然的 就是我們要去找一些 避免可能會形成你的頭皮毛囊負擔的成品 對 否則你一時用完 會覺得好像膨了 但長時間下來 就像我講的 它都卡在你的頭皮跟髮根這中間 對 你會覺得 好像我要用的次數越來越頻繁 以前一天用一次乾洗髮 瀏海就是空氣瀏海 那今天 現在可能到最後要用四五次 我跟你講那就是 不對了 不對了 對 所以今天Kevin老師來跟我們 揪出了好多錯 就是隱形在 深藏在我們生活當中的 感覺是很日常的事情 是 其實都是一些 讓頭髮變它的殺手耶 沒錯 嗯 所以我們今天 Kevin老師來揪錯 希望我們下次也還可以請到Kevin老師 繼續幫我們揪錯 沒問題 只要正方call我隨時來 好 大家有聽到喔 那如果你還有什麼其他 保養彩妝頭髮的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 我們下個禮拜五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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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